刀鱼每个人都爱吃 但是最烦的就是剃这个鱼鳍刺 而且总是有一股子性味 就是去不尽 那是你们在处理鱼的时候 方法就错了 很多人都是用剪刀剪掉鱼鳍 这样它的鱼还是会留在刺里 正确的方法是用剪刀 先在尾部剪一个小口 然后用手拽住尾鳍 就这样一直拽 看见没 鱼鳍和鱼鳍鱼就全部拽出来的 这就是鱼鳍鱼 性味的罪魁祸首 很多人在处理刀鱼的时候 总是先划开肚囊 再取内脏 这个方法在煎鱼的时候 肚囊很容易粘果 正确的方法是先改刀成段 然后再用弹幕戈 把鱼肚鱼杆和铁骨血挤出来 最后把这层黑色的内脏保护膜去掉 刀鱼的鱼鳞很有优氧 建议大家不要去掉 这样处理的刀鱼 你就再也不用担心性味和卡嗓子了 煎鱼的时候也不会粘果 咋做咋好吃 怎么样学会了吗 学会了能否三连鼓励一小夏 感谢您了 重点来了 那么如何挑选一条好的盗鱼呢 我们都知道 大连的渤海湾盗鱼被誉为 盗鱼种的爱马斯 很多人都不会辨别经常被骗 今天我就教大家 如何辨别增重的渤海湾盗鱼 同学们一定要日真庭 考试有可能会考啊 一看眼睛 渤海湾盗鱼的眼睛很小 像这种白眼眼儿小黑眼儿的 就是它的主要特征 如果是黄岩柱的 那就是南方盗鱼 也称之为带鱼 二看老瓜 渤海湾盗鱼没有本的头 越往南的盗鱼 老瓜门都长有一个骨结盒 三看嘴 渤海湾盗鱼的嘴短 牙小不锋利 而南方盗鱼的嘴长 长有锋利的牙齿 四看塞线 渤海湾盗鱼的塞线很短 而南方盗鱼的塞线很长 五看鱼鳞 渤海湾盗鱼鳞细腻 荧光很强 南方的有暗纹 皮肤臭巴巴的 六看鱼身 同样宽度的鱼 渤海湾的盗鱼明显更厚 您学会了以上六个特征恭喜您 您已经会如何选择 郑重的渤海湾盗鱼了 重点又来了 渔会选了 重要的是你得会做 今天我就把这道快要失传了 我姥姥带引 妈妈味道的家常闷盗鱼 分享给大家 献给那些远离家乡的学子们 先调个料子 准备空碗 加入葱花 姜末 蒜末 一勺花椒面 一勺盐 一勺糖 一个巴掘 大约50克的酱油 咯咯咯咯 备熨 夜锅粱油 将盗鱼两面煎至干巴巴的 重点来了 能不能吃出妈妈的味道 碰触非常关键 盐锅边烹出香味后 调小火盖盖 焖至一分钟 然后加入兑好的料汁 等酱香味出来后 加水 随开盖盖 焖15分钟 最后撒入香菜 开始试吃 哈喽大家好 又到了试吃的环节 一共是两盘 这个呢 是南方的 这个是 渤海湾的 两枚啊 两枚 咱们先尝这个南方的 粉丝先吃 我再满满味 先不评价 等我尝完这个再评价啊 评测鱼的好坏啊 就尝这个鱼栏 如果不幸不苦 入口即化 方为上品 粉丝再来一口 奢侈 入口即化 总结一下啊 南方的鱼呢 就是面都倒的 腥的 腥的 但是呢 味道没啥毛病啊 呃 大连的鱼呢 就是因为它这个 吃起来比较细痒 应该是因为 它里面这个 脂肪含量比较高 啊 然后呢 略带一点腥味 啊 略带一点腥味 呃 总体来说呢 都不错啊 因为地道的海边人啊 他没有媳妇 他觉得 没有这个灵魂 所以说 没有绝对的好坏啊 完了建议大家呢 可以用我这个方法呀 尝试尝试啊 就是在饭店是不可能 别你这么做的啊 等凉了以后呢 这个塔就会成冻 哎老好吃了啊 但是价格可差不少 这条鱼30 这条鱼150 其实没有必要啊 就是老百姓 咱们吃吃啥都一样 你等着你来一口啊 你要吗 他不吃啊 咱家孩子 他就吃猫粮 他比较乖 好了 这期就到这里啊 别忘了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